现在呢,这个餐厅的负责人Andres 会叫我们怎样去吃这个他们的招牌乳猪 Hi Andres Hello大家好 很赞很赞 这个一级胖一级胖,很好吃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era的美食频道 我今天又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餐厅呢 是西班牙餐厅叫做Elcedor 这家餐厅呢,它本身在Changabuki Bindang 已经非常的有名气了 它现在就在TDI的这个Monara Camp 开了它的第二家分行 然后我今天也非常的荣幸 他们的老板邀请我来这里 尝试他们的美食和做一个food review 好了,我不多说了 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Let's go 这家店的老板就帮我们准备了四杯他们的Sangra了 他们的Sangra呢,也是他们的signature drink 然后我也很高兴 我的泰国好朋友Elly呢 她这次来到吉文波玩嘛 所以我就找她跟我一起review 她的这个Sangra 因为她本身对红酒啊 对酒之类的饮料都非常的熟悉 Hello,Elly跟大家打招呼吧 你好你好 Elly啊,这个第一杯呢 根据就是那个服务员给我的那个bearerage menu 第一杯是那个Fruity Rick Sangra 我先试试看好吗 好 喝到它的那个有那个橙的味道 你试试看 它有放一种soda 有放一种soda 那你喜欢这个吗 我觉得味道还蛮融入的 配的比较好 然后第二杯呢 是它的那个Rose Raspberry Sangra 我先试试看哦 这个好看哦 好看的女生就会喜欢的那一种啦 拍照也很漂亮 就不论你喜欢发朋友圈啊 Instagram,Facebook啊 都可以 哇,这个草莓味很重哦 是吗 你看天 我喜欢草莓味 是啊 香糖 真的好喝 好喝哦 它有那个Rose Wine 然后也有Rose Wine 然后也有Rose Wine 对 Cranberry juice 所以草莓味就很重 好好喝 这个好喝 好喝 亚色也很好喝 对 第三杯呢 是它的 White Wine Per Sangra 就比较 也蛮好看的 因为它有些清清 橙色那样 你先喝吧 这个挺有味 但是White Wine的口感也很好 也很明显 对,很明显 很明显啊 这个White Wine 好的 这有点酸 我相信女生会比较喜欢 男生的话就看了 喜不喜欢喝酸的饮料咯 好的 我们来试最后一杯了 最后一杯呢 根据他们老板跟我分享 是他们的Signature Drink 因为这个是白酒配搭茶 就有点特别啦 白酒和茶嘛 对不对 没喝过 没喝过 然后他说来这里一定要点的 我先试试看 而且他摆 摆那个杯子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哦 哇这个 喜欢 很喜欢 好好喝 这个我要 因为他们帮我们 准备了很多美食 所以我也邀请了几个朋友 一起来吃 这个很好喝 很好喝啊 我没想到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白酒 然后我对这个饮料有一点 不是特别的 在那个高的期待 因为我喜欢Signature 你喜欢这个 吃错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口感很错 很不错哦 所以你要了 第一道菜是他们的西式Salad 因为它们的调香汁的味道刚好 不会抢走蔬菜的味道 他的第二道菜呢 就是他的冷盘appetizer 黑猪火腿肉 按照我看了他的这个菜单一下呢 那里也有写到 这个是 fine's epirical ham 聞起来就很香 嗯 薰香味很重 起来有一点点带苦 不会有很烧的那种猪肉味 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很烧的猪肉味 他们的菜单有写到 这个猪煎肉是以各种香料 腌制了18个小时 好让这个肉更入味 烧进去的时候呢 不同的香料的味道啊 都透露了出来 和那个肉融合在一起 所以真的很好吃 我现在就来吃这个 他老板说一定要用手吃的 这个豬肉 这个豬肉 哎呦 胡椒都烤了 这个我强烈推荐 一定要来点哦 而且要用手吃 连连那个骨头都觉得特别的香 这个一吉胖 一吉胖 很好吃 我会宝你一个英文 style 韩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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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能看到吗 它是最绿素的 你看看什么 外面的一样 有点红萝卜 但它是完全煮的 而且很美味 这个好脆哦 听到那个脆脆的香 这个肉真的很好吃 它的皮很脆 肉很嫩 而且里面又多汁 这个肉是做的 后面的汁 从一个小的城市名叫 Segovia 在100km南方的 Madrid 这位女士很喜欢白酒 一天她醒了 她说 我想要尝试 一个小鸡肉在白酒 然后看看什么事 所以她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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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cookie comes out。 she feel like skin crispy, but the meat very Juicy. very tender,oh wow! so she say,I want to show off a bit. I'm not going to chop in the kitchen with the chop, we going to use a plate, and cut it on the table. to prove that it's tender? to prove that it's fully cooked and tender. yeah. yeah. wow i can't wait to try it ! one plate for you,one plate for me. okay. i just like just do this ? you just do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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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ay. very good. so lig. 你现在跟别人生气吗? 我还好吗? 我还好吗? 好嫩喔 现在给你 开始用这个叠剂切开这个乳猪了 很棒! 再一个再一个 很好! 好软! 好香喔!味道那个香味 现在,传统说 我们必须破坏的幸福 来帮好健康和好幸福 来帮好健康和好幸福 这就是我的乳猪 我会破坏的幸福和好幸福 你也有自己的 那意思是你能够成为一个祝福 但你必须要选择 钱还是钱? 当然钱! 对! 1 哦! 一定要打破! 现在我的转! 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面 在你用这个碟子切了乳猪 过后呢,就要把它打破 它会带给你好运 还要把二运都带走 所以现在我要把它打破啦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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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女生就不吃啦 因为他们觉得好可怜喔 因为这么小 嗯! 个人觉得呢 乳猪它的那个烧味啊 就是肉的那个烧味呢 会比较重一点 如果跟那个豹那个比起来的话呢 那个是比较香一点 然后这个会比较烧一点点 比较烧热 很爱吃肉的人啊 Sara, this is what I call the Spanish nacho fan Why? Because the Spanish put the rice in the pan fill it up with stalk ok and then you don't touch ok so it caramelized a little bit from the bottom 嗯 right? and the rice pretty dry but nice, nice bite 这个派啦 刚才我的朋友也有提到 这个派啦 这个就是他们洋人的那个 那个牙布法嘛 然后它这个呢 是用他们的糖慢慢的煮熟的 它这个米饭 还有它这个 是西班牙进口的 这个米饭 可以看得出 它和就是我们亚洲的米饭 不一样 它的比较圆形一点 吃这个呢 就是要把这个柠檬啊 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放一下 嗯 好香 这个太好吃了 口口都是香味 一咬进去 那个汤就从米饭爆出来 现在在我眼前呢 就是他们餐厅的甜品 第一个就是Tiramisu 第二个呢 就是Andrus Fresher Andrus就是刚才那个帅哥 然后第三样呢 就是Burner Special Burner就是他们的大厨 还有他们的创办 我现在先来吃它的Tiramisu 有很浓郁的酒香味 Tiramisu里面的奶不会很重 所以这个我也挺喜欢 它巧克力的味道呢 是有那个Milk Chocolate的感觉 有那个Vanilla Ice Cream 整个配搭都还好 都不错 现在我来吃它 大厨设计的这个甜品咯 哇 这个有Fugasm 因为我本身就最喜欢草莓嘛 它草莓的是很软很柔 然后它下面里面有那个Ice Cream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好吃 大厨设计的甜品真的是最好吃 这个餐厅的概念很适合家庭和朋友的聚会 这里的人均消费是马币150元 我个人觉得以这样的价格 可以享受到这种美食和环境 的确算是很实惠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和订阅哦 我会为你们介绍更加多的美食 Bye